嗨大家好我是YG 昨天晚上的薩爾達王國之類的PV3大家看了嗎 這次的新PV真的是非常的猛啊 搭配上動人的BGM玩家們再次高潮 完全找回了當初看介紹影片的感動 當時的PV3老任的直播甚至還有10萬多人在看啊 那這次的PV短短的3分鐘卻蘊含了大量的資訊 影片中他到底告訴了我們什麼 有哪些東西會是細節呢 同時我也會做一些劇情上的推測 大家就一起來發揮想像力 從這些資訊裡面來聊一聊吧 廢話不多說啦我們就一起來一看究竟吧 那我們就 LEGO 首先這次的PV感覺很大部分是關於這次遊戲劇情的描述 同時也加了一些新探索設施 還有地圖或是新玩法系統 也有出現在這次遊戲的PV裡面 現在跟大家聊聊新的探索點 首先我們在影片中幾個地方不難看出當初預測到的 這次的探索主題除了在空中平地 還有一些會是在地底的位置 像是這一段我們在看起來很像地底的地方跟這些古代兵戰鬥 當然啦我們也不拍出他是不是在某一個設施的環境裡面 第二個是在這種旁邊有岩漿的地下空間 看到岩漿我這邊想到的是這邊會不會是火山地區的內部 第三個可以看到像是這邊新增了一個下墜去躲這些雷射的小遊戲 但是旁邊卻都是暗的 有點像是通往地底世界的一個通道 最後是這一段林克坐電梯的畫面 看旁邊這些代表著西卡族的花紋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通往地底或是一些特殊設施的電梯呢 種種的跡象都讓人聯想到除了我們熟的曠野 還有這一代新增的天空遺跡 一定還有另外一個空間是可以去探索的 目前在這些跡象裡面我們都推測可能會是一個地底的空間 讓這次的開放世界探索度又是更上一層樓啊 再來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特別的設施啊 像是這個還有這個轉蛋 看到這呢我聯想到的會是第一代神獸的內部 再看到這個從沙漠中出來的城堡 還有原野上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很多這種災惡化的設施 都讓我覺得一定會有那種類似曠野之息的神獸 那種可以在內部探索腦力激盪的大型設施 不過講到這種設施呢 我們就可能需要提到一下神廟了 這次在地圖裡面我們是沒有看到類似曠野神廟的那種設施 但是在這次的PV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種 上面有綠色漩渦的石頭 有不少玩家在推測 這個是否就是王國之類版本的神廟呢 我個人其實也是覺得蠻有可能的 畢竟官方感覺不太可能去延續第一代的神廟 讓大家再玩一次一模一樣的神廟 這樣感覺也沒有什麼道理 而且像神廟這類的古代科技 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像這次PV裡面我們也完全 沒有看到原本散佈在海拉魯大地的守護者的殘骸 同時影片中的這種類似希卡之塔的設施 也跟之前相比長得不太一樣 OK再來呢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的PV裡面值得注意的一些關於劇情的地方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幾個比較陌生的臉孔 像是這位 不過呢 這個角色 他其實是有對應到 PV1有一個壁畫上的內容 就他們視頻上的分布 會讓他們覺得 這兩個人可能是同一個人 也有人推測說他是曠野的神秘族群佐納屋族的人 那另外還有這位黃髮黑皮膚的女性喔 看他的長相裝飾 還有可以使用光之力的特徵 有些玩家呢推測他會不會是其他平行世界的薩爾達 或是其他年代的薩爾達公主 甚至有玩家認為他會不會是古代的海莉亞女神呢 這方面的推測啊其實有很多喔 但不管怎麼看呢這個新角色跟薩爾達肯定是脫不了關係 不過講到這邊呢我們又要提到一下 這次王國之類在遊戲劇情上應該具有穿越的性質 所以才有玩家推測說他是其他平行世界 或是薩爾達的先代 那為什麼有人會認為說跟穿越有關係呢 這點我們等等再跟大家聊 我們先來聊一下其他的角色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兩位反派喔 第一位呢是這個紅色頭髮黑皮膚的男性 只玩過曠野知習的玩家應該看不太出來 他其實就是加農 他全名就是加農多夫 欸不過說起來啊加農多夫他原本就是出生在沙漠地區的格魯德族 在PV的沙漠中出現的這些洞窟呢 是否會跟加農是有關係的呢 那另外一位呢就是這個背影 頭髮超像小時候我們壽司吃的那個 這個角色呢有些人說是加農 但那個倒低頭跟那個頭髮的長度反而有點不像加農 倒是有點像是御天之劍裡面的反派中淹者 不過中淹者這個角色他的年代離曠野知習是非常的遙遠的 所以這也是大家會聯想到穿越的可能性之一 說到角色那當然也少不了我們的四英傑啦 這次除了可以看到曠野知習出現過的露珠和希多 蒂特族的英傑特8居然沒有在這一次的PV中出現 反而是他的兒子丘莉出現在PV裡面 欸怎麼會派兒子上場呢 小小年紀就當童軍出征了嗎 這不免讓人思考難道說特8他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另外我們看完整個PV就一個四英傑他從來沒有出現過 那就是阿元 雖然說在這個畫面我們其實是可以看到這個孤龍族的武器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阿元這個目前我們還不知道 畢竟利特族他也不是原本的四英傑了 那這次古龍族他的四英傑有沒有可能也不是阿元呢 再來我們來說到這個畫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角色上都帶了一個不同顏色的勾玉 薩爾達這邊就更加的明顯了 他手上握著一個黃色勾玉 這個其實有可能是對應到這次薩爾達傳說的主題 王國之類 對應到PV1的壁畫 這種王國之類這種勾玉總共有7個 在這次的PV中有出現到的是薩爾達身上的黃色勾玉 加農頭上的紅色勾玉 在露珠的耳朵上也掛有一個感覺類似是勾玉的耳式 但他的顏色跟薩爾達是有點相似啦 不過應該不會是同一個 還有西多手上的這個藍色勾玉 丘莉角上的綠色勾玉 已經目前出現了5個勾玉了 那大家還記得我們之前是可以去透過解鎖神廟 來得到這些英傑的力量 這次是否會以這個勾玉的形式來獲取這些特殊的力量呢 不管怎麼說這個勾玉一定對遊戲的劇情是有非常大的關聯的 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幾個跟劇情相關的畫面 像是林克的右手和大師之劍被加農的災惡怨念給侵蝕 薩爾達掉進洞裡 之後又出現了不同衣著短髮的薩爾達 旁邊還有看起來像是天空遺跡的居民 在最後這個地方薩爾達他所在的位置 其實跟林克在PV開頭跳下來的這個地方 也是有相呼應的 薩爾達他又在PV中的最後說 林克來找我吧 這個就讓玩家想到了可能兩種推測 薩爾達是不是因為了某種原因 他穿越到了古代 或者說是進入到了另外一個平行時空 還是說薩爾達他因為某些緣故 他跑到了天空遺跡 所以林克才開始展開了 要去天空遺跡探索的旅途呢 哇這邊可以想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非常的有趣啊 好那講到這邊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東西呢是沒有提到的 像是這一次也可以看到一些 天空遺跡的特殊機關 全新沒有見過的武器 魔物獵人裡面的盾斧 林克初代機對戰小撥號 還有 林克火箭 整個PV搭配上他的BGM 真的是讓人非常深入情境 情緒呢 跟著一起澎湃了起來 相信最讓大家感動的還是 這一次有不少的畫面指出林克 他會跟海拉魯的人民 以及四英傑一起共同戰鬥 哼 雖然說有些人他看起來超像炮灰的 頂了一個木桶在頭上 但相比當初在空野之息啊 林克他可是孤身一人來到海拉魯大地 這一次的亡國之類呢 林克他將不再孤單 林克 Omai wa 一人 同時啊 我們的影片也快要結束了 各位對於這一次亡國之類的預告 看完之後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感覺 就算是猜想也沒關係 都歡迎大家呢 在留言區跟大家一起分享 哇 YG我最喜歡聽大家的想像力了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不要忘記 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之後呢我也會去直播來玩這個亡國之類 然後出一些相關的攻略 歡迎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